说起杨子来小编 相信大家都会很熟悉吧 家有儿女中的小雪 算是她一个很经典的角色 从新出道的她无论是脾气性格 还是样貌都十分优秀 而且她与张艺山的友情 也让很多人十分羡慕 成年的她有着有着男朋友秦俊杰和好朋友张艺山 可以说是很幸福 在演艺道路上她也不断突破自己 突破小雪的固有形象 试图塑造更多角色 拓宽自己的戏路 最近她又有一部新戏上映 而且网友对这部剧的反响也很好 那就是和邓伦一起合作的相似 而且网友们都反映这部剧很好看 而且很多网友很多网友 还把她跟福瑶放到一起做对比 我们都知道福瑶已经将近大结局 很快就要收尾了 这时候对观众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但是很多网友表示看了相似 以后都快忘了福瑶了 这不得不说是对这部剧最大的称赞的 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邓伦的一部剧也刚刚大结局 那就是和迪丽热巴一起主演的《一千零一夜》 在那部剧中男女主角也是很大爱 看起来甚至看了很多网友都希望热巴和邓伦能够假戏真做真的在一起算了 所以现在在看她和杨子演的戏 大家纷纷表示有些跳戏 一时不能够接手 哈哈不得不说邓伦跟谁在一起都很有CP感了 如果不是我们的小猴子已经有了男朋友 怕是有很多人又要说她和小猴子在一起吧 因此在相似这部剧的弹幕里 我们还是能经常看到有关邓伦热巴的弹幕 更是有网友戏称邓伦 你忘了大明湖畔的迪丽热巴了吗 哈哈网友们也是很入诺 不过小编相信过一段时间 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弹幕了 毕竟这部新剧也有很多的看点 我们的小猴子也是很可爱的 香蜜如今已经更新了几集 网友们也一直在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